这个空管年度保障航班起降价次突破了1000万 截止到2021年的7月底 我国运输航空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1个月 9540万小时 并且连续19年确保了空防安全 从运输航空每百万飞行小时 重大事故率五年拱动值来看 这个事件平均水平 这个值是为0.088 而我们国家中国民航为0 这就表明我们中国民航安全水平 现在是畏惧全球第一的